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 我是林的燕 现在录影时间是礼拜一下午的3点43分 跌38点 早上吓死人了 一开盘就跌了189点 很多人又是落荒而逃 吓得在砍股票 结果你卖的结果 开低 走高 收盘剩下小跌38点而已 随着跟大家讲危机转机是一线间 你不要每次 听到利空就在杀股票 你很容易杀到最低点去 我上礼拜已经一直跟大家提醒了 上礼拜我一直跟大家谈这个问题了 你看在危机的时候 我2月4号跟大家谈 到底现在是多头还是空头 你先不要谈大陆 美国最重要了嘛对不对 美国是多头还是空头 如果美国是多头 那你不要自己吓自己嘛 我当时讲的时候 美国正好 感觉上要下来了 可是我一直给大家看 这些国际大厂全部股价都在创历史新高 证明的美国股市是多头市场嘛对不对 证明美国股市是多头市场嘛 你看特资拉从380 标到 936 你看我讲完之后 美国股市是不是 连续上涨 创历史新高 美国股市是连续上涨 创历史新高 我讲说在这一天 是不是创历史新高了 纳斯达克是不是创历史新高了 上礼拜五美国发布 1月份的 新增就业人数 增加22万5千人 失业率3.6% 这是好数字啊 可是美国也不可能强到 一直涨不回头嘛 所以礼拜五美国有一些互利了结卖压 同时也担心 大陆开工的问题 礼拜五美国股市是跌的 当然跌的不多 道琼跌 0.9% 我们上礼拜五已经拔下了 我们上礼拜五台北股市已经 率先跌了136点了 那今天再跌 是不是跌过头了 我们礼拜五已经领先跌了 纳斯达克跌0.5% 费城报告体跌比较多 因为费城报告体的公司大多数都是 跟 中国大陆有做生意往来 所以跌的比较多 欧洲股市跌幅大概都在 0.1%到 0.3% 也真强跌的啊 大家担心大陆开工会出问题 就礼拜五已经杀了一天 136点 今天一开盘又跌 大家又恐慌性又跌了189点 大家下死命台股票 疯狂式的杀股票 可是你看大陆为什么不跌 你看大陆今天还大涨 深圳还大涨 大陆礼拜五就已经涨0.5%了 难道不知道 今天开工 会开的不顺利吗 当然知道啊 那为什么大陆礼拜五就已经涨 今天又继续涨 大陆他们真的不怕吗 大陆如果不怕那你在怕什么 大陆如果不怕你在怕什么 大陆真的不怕 所以我跟大家讲过 你要看懂实际的状况 你不要用一般投资的眼光在看 投资的眼光都是看眼前而已啦 哇疫情越来越严重 封城越来越多 连省都封了 开工可能会不如预期 股市可能会崩盘 你们都在看眼前嘛 所以上礼拜一直跟大家讲 你要用习近平的角度去看事情 这才是最正确的 以习近平来说 疫情他没办法 病毒不是解放军嘛 他怎么会控制得住呢 可是股市如果在崩盘 那就完蛋了啊 那股市习近平控制得住控制不住 他控制得了嘛 钱撒下去 政策利多下去 股市是一定能够控制住的嘛 所以习近平的角度 疫情控制不住 那另外一回事 至少股市要先稳住嘛 否则蜡烛两头烧 大陆就完蛋了嘛 好大陆就完蛋了嘛 所以你看我讲完之后 大陆到现在 你知道涨到什么程度 你知道吗 今天深圳又大涨 整个大陆股市 从开低后 过完年开低之后 回补跳空缺口了 对不对 回补过年前缺口 这是深圳啊 回补过年前缺口了 上证也是 对不对 上证虽然还没回补缺口 也是很强啊 深圳已经回补跳空缺口了 深圳已经回补跳空缺口了 是不是跟我预告的一模一样 是不是跟你讲一模一样 习近平的观点 疫情控制不住 股市一定要先稳住 所以上一代跟大家讲 大陆他们的当前工作 很多人一定想 疫情最重要 一定要把疫情压住之后 其他才有办法 那你可就错了 第一个工作 一定是先稳股市 股市他有能力嘛 他有能力的 他一定不能放手嘛 所以一定是先稳股市 经济才有机会稳 紧接着 慢慢让他开工 现阶段不可能全面开工呢 因为疫情严重与轻 每个地方不一样 比较轻的地方 重点地方 一定要优先开工 那比较严重的 那也没办法 只有慢慢来嘛 所以大陆的重点工作 先稳股市 慢慢开工 目前虽然说已经快4万人 感染 死亡已经超过800人 可是跟13亿人口比较起来 也只是一点点嘛 如何让13亿健康的人 不被感染 所以预防重于治疗嘛 最后才是疫情嘛 结果大多数人都在 一直在看疫情 都一直在看疫情 所以事情有先后顺序 第一个是股市要稳住嘛 这是他有能力做到的 再来慢慢开工 紧接着预防 更重要 最后才是想办法 让疫情慢慢能够控制 药慢慢研发出来 这个都急不得啦 这个都急不得啦 我上星期每天说 每天说 你们听有道理 可是当事情一发生的时候 当状况紧急的时候 又跑得好像白了 那林的宴讲的话 你们全都忘光啦 林的宴讲的话 你们全部都忘光啦 今天一开盘 大家又是在 疯狂刷股票啦 就开盘了 又是疯狂刷股票了 那刷了之后 最后发现 啊 又后悔了 那清早在后悔怎么办 开工的情况 不可能全面开 可是比较安全的 它会优先开 比较危险的 那只要等啊 不然也没办法 是不是 你看红海 原本传说 郑州可能开不了 哎 今天消息出来了 还是让 红海开了 所以红海开完之后 真顶 从大跌 6% 翻红 啊你台阶是什么 一天就6%没去了 对不对 连红海也是啊 红海从开低4块钱 哎 回到平盘了 台积电 南京厂也开了 南京丹比较没事 可是台积电从开低5块钱 也回到平盘了 火炬 也开工了 对不对 陆陆续续大大小不一 4137立峰 明天 正式 生产线开始运作 那你再去杀地就不对了嘛 这个难得让你再减便宜或者机会 指标又这么低 指标又这么低 3665茂莲 礼拜五大家担心特斯拉 可能没有办法 上海场开工 礼拜五杀了一根 今天又杀 今天台积电就没掉了 你看礼拜五的时候特斯拉 礼拜五美国股市在大跌的时候 特斯拉礼拜五 是最强的 特斯拉是不跌的 为什么不跌 因为在礼拜六的时候 消息已经出来了 上海的市政府 同意让特斯拉开工 上海市政府 同意让特斯拉开工 所以你看特斯拉 相关的个股 这家是 大陆的 宁德时代 今天大涨3.16% 特斯拉开工 宁德时代大涨 宁德时代 在2月3号的时候 跟特斯拉签约 未来三年 供应特斯拉 相关电池的零件 消息出来之后飙涨 这几天 宁德时代也没来 出来啊 一传出特斯拉开工 宁德时代马上大涨 对特斯拉三星LG 全部 中国厂都全部复工 全部都复工 你还帽连 消息出来之后 外资金把帽连目标价 提高到245元了 结果你又在台阶 结果你还在杀低 结果你还在杀低 可惜啊 真的可惜啊 有时候情绪管理是很重要的 有时候情绪管理是很重要的 我今天跟大家讲一个事情 我今天讲个股没有用嘛 讲个股 有点事你听完了你也不敢买 我今天跟大家讲一个东西 我个人的经验 我个人的经验 你知道SARS的时候 大家记忆犹新嘛对不对 2003年SARS的时候 国内股市跌房市跌 那时候 我就开始在看房子 因为那时候就有便宜货嘛 我那时候开始在看房子 看了好几家 那我价格也开得很低 所以屋主也不愿意 赔钱卖 甚至于卖那么低 那无所谓啊 买不到就买不到也无所谓 买到就有机会捡便宜嘛是不是 后来有一天 那房屋公司的 年轻人打架给我 林仙 有一个屋主要卖的 我听了之后 我在精神大做 你知道那个屋主为什么要卖 因为他是个外国人 他决定要卖那一天 正好和平医院 丰院 和平医院丰院 消息一出来之后 那外国人决定了 本来就想卖房子的 那个消息一出来一丰院之后 他急着马上要离开台湾 就他那间房子的房价 从3000多万 那但打铁要趁热嘛 我当天一直跟大家谈 从下午谈到晚上 砍到2200万 三千几万 抬到2008万 他赔瘦 砍掉 因为他急着离开台湾啊 怕被传染啊 那我买了也不是 不是说我买了之后 他马上就会涨 你知道那间房子 登记是70几平 使用是100多平 我买2200万 等到三个月过后 SARS的情况 控制住了 股市从4400 4044 已经涨到6000多了 那间房子后来三个月后 疫情控制住 楼上 我们楼上 也卖了 卖多少 卖3600 3600万 我买2200万 我在跟你说什么你知道吗 这是我个人的经验 我相信那段期间大家也记忆犹新 我要跟你说什么 股票跟房地产都是有价资产 都是有价资产 在恐慌的时候 都会超跌 这也是让你长期 减便宜货的时候 等到市况稳定之后 只要他是有价值的 该回到怎么样的价值 他都会回去 那你就会大赚了嘛 对不对 你就会大赚了嘛 所以当下你买 不见得一定马上会赚钱 可是只要是好公司 只要是赚大钱的公司 股价超跌之后 你那个时候买 想赚大的 等市况稳定 你一定会赚大钱的嘛 所以在过年前 我们一直跟下讲 你要买 多少就要去财 不要去财 80到100万 我当时买的价格 SARS把它砍利用那个机会买 我一瓶只买20几万而已 你看赚多少 事隔三个月 马上楼上就卖3600万 首先要跟大家讲的就是这个观念 房地产跟股票都是有价资产 恐慌的时候都会超跌 也是让你减便宜货的时候 当下不见得马上会赚钱 可是事况稳定 该涨到哪里 该回到应有的价格 它都会回去 那你就会赚大钱了嘛 懂什么 我这个观念传达给你 我相信你听了之后会有感受 你听了懂你就成功 你如果还是听不懂 还在追低 还在追低杀 我也没办法啊 我今天特别以我个人 那段期间 SARS期间的经验 来跟大家做分享 对你看5G概念股 5G概念股 这是未来全世界运作的平台嘛 你没人这个顺利要求 你要等到当时 哪有可能给你求收下 现在都很便宜 等到事况稳定之后 全部资金都会赚在吃 后边都会大气的嘛 你看3324双红 今天开低马上被捡走 6230操纵 一开低马上被捡走 2383台光电 一开低马上被捡走 如果没有疫情的关系 双红你捡得到这么便宜吗 操纵你捡得到这么便宜吗 台光电 一档一档的5G概念股 就是人这个机会嘛 这样懂什么 我今天个股概念讲再多也没有用 重点是你观念你要能够开启 开启的观念 就奠定了你以后赚大钱的机会 如果观念无法开启 就只是一直在看现行 那没效啦 那没效 光是看现行那没效啦 但5G概念股 你现在可能没有办法马上赚钱 当下跟疫情有关系的 可能会比较红 疫情概念股有几档 你可以注意 但我不是讲口罩 你看口罩概念股 恒大 今天还是跌停版 恒大今天还是跌停 你去买这个没意义嘛 9919康大乡 今天还是开低嘛 对 口罩概念股不是重点 你如果真的想要做口罩概念股 我有几档股票提供给你参考 旭富康有 东阳圣洪 豪展 国光森 这个记得注意 旭富 是国内最大的原料药厂 那一年贪七块 去年获利创历史新高 医院营收又创历史新高 今天就拉涨停了 这也都开始 康有是大陆前三大的点滴 那一年贪那十四块 国家完全都没去 你知道进了医院 不管是一般感冒 还是什么重症 还是这一次的肺炎 一进到医院就是打点滴嘛 这最好贪 这都没去哦 东阳是国内最大的制药厂 那个毛利六十几% 一年贪五块六块 这也没去的 盛宏这两天有在动了 盛宏本身他是做 连锁药局的 可是重点是 他有一家子公司叫 闽城 闽城是在做 不是口罩相关 不是口罩哦 口罩不支部 那个不会赚钱 他是做口罩里面那一层 那一层挡住 挡住病毒的过滤的材料 他如果口罩里面的过滤材料 单子接不完 而且在涨价 所以口罩你有兴趣的 你应该是注意闽城 应该注意闽城的母公司 盛宏 豪展 豪展是国内耳温腔 全球最大代工厂 老师你不是讲耳温腔不行 耳温腔品牌不行 可是代工有一定的利润 每年四块半五块钱 豪展 目前股价十几块钱 国光生计 国内最大的疫苗 也是官方的组织 你如果对生计股有兴趣 你注意这六股 这六股也会买一堆管 有回 你下去买 在疫情期间 这六股 该是真的重点的股票 你想要做疫情概念股 你就注意这六股 当然最重要还是什么 最重要还是 五股的股票 最重要还是长线布局五股的股票 五股发大财 未来五股是全球运作的平台 利用这个时候 我们赶快来低阶 这是种下长线你赚大钱的焦点 五股发大财 戴着口罩买股票 认同你那样的 但到你来探极 我们的副专线02-2392-3988 02-2392-3988 祝您操作顺利 本公司以往着绩效不保证未来获利 且与所推荐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空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深深评估并自付投资风险